我是先在北卡 讀了硕士我才到伯克莱 所以你师姐是面霜硕士 对 然后到伯克莱之后 才去纽约工作 所以我在美国总共待了八年的师父 师父他在我的身心 身体当然不用讲 锻炼当然身体会越来越好 但在我的心灵的部分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然后让我去思考 我们人活着 到底要怎么活 你才不会在闭上眼睛的那时候 会觉得说好遗憾 我怎么样让我的人生 它是没有遗憾 我觉得在美门 师父一直在提升我们 是我们的精神的部分 用精神去超越一切 不是修到无欲遮刚 而是你的欲望 是为了全世界的人着想 于是你就不会被欲望绑住 因为它是为别人着想 不是为自己的欲望 为自己的话没有你就很欲足很痛苦 于是你就被你的欲望绑架 可是为别人 你有很棒一起来 没有 我本来就没有要 所以于是你来到美门之后 我本来的预期 也是一起三个月 我本来的预期是就是三个月就够了 就可以再去学别的了 结果三个月变27年 而且持续到现在 而且还是中间的过程是 最后是把自己的工作都先放下 舍掉了 全心全意的来投入美门 当一个全职的义工 那师姐 像全职义工是没有收入的 是没有薪水 人一般对就是物质或金钱会有不安全感 是 那你怎么去调试跟克服这个部分 对 这个部分就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没有薪水 但是其实我们都活得挺好 对 就是因为我们不挑 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所以你看像我们没有薪水 可是我们大家一起吃 那我们没有钱哪里来买吃的呢 师傅就教我们到菜市场去捡菜呀 所以我们一开始来到菜市场去捡菜 到哪里捡菜市场 那果菜市场啊 那快擅长的时候 那会有一个庐山一般的垃圾堆 垃圾堆就是刺激品 然后卖不出 卖相不好的 给它往那里丢 我们一开始是到那去捡 捡到那个菜农就说 奇怪这一群来捡菜的人看起来气质这么好 怎么在捡菜呢 而且还有小孩 就很好奇 就跟我们搭讪 然后我们就 因为我们一开始去捡菜很不好意思 然后后来就师傅说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抱着我们家去传爱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聊 然后就了解说 原来师傅带着我们在做公益 我们用平甩 再传给全世界健康的领域这样 所以后来这些菜农 他们就变成 他卖不出去 他主动先帮我们留着 他就不丢到垃圾堆去 主动留着 等我们去拿 所以就是一个 当你在做一个对的事情的时候 你自然会有很多的缘分 助缘 他会进来来帮助你 成就你所做的一切 加上我们物质欲望又不高 你可能 可能这个礼拜都会一直吃高丽菜 高丽菜 煮高丽菜 炖高丽菜 然后高丽菜炒辣椒高丽菜炒炸菜 你可能一整个礼拜都要吃高丽菜 然后就在高丽菜当中去变化出来 就你不能挑 但是有东西吃就好 所以它就是也是一种自我修炼的一个过程 可是其实每次我去品质堂 有时候打火吃 很好吃耶 爱心啊 对啊 爱心最重要 一颗爱心多值钱 这个菜煮得很好吃 原来是那种下饺料菜 这样子就下饺料的菜这样子来做的 哇真的是 木来的菜 就是有什么吃什么 所以师父说我们叫做 人家的员工是员工嘛 我们叫圆满功德餐 就是我们这个餐是要圆满功德 第一个我们让这些菜 它本来是要被丢掉的 是 我们让它有机会可以上餐桌 我们用爱心来处理它 让它变成爱心的料理 所以我们格物了 让这些菜可以发挥它的价值 那第二个是我们本身在这个处理菜的过程 我们感恩 感恩这些人愿意把这个东西设给我们 一起来护持师父的道场 所以我们抱持着感恩心来做这个菜 然后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还做一个就是待用餐的便当 就是跟政府来合作 就是有些人他没有钱吃饭 他可以来这边拿便当 不用钱 我们的便当他直接可以带回去吃 所以它是一个善的循环 善善循环 对 可是如果今天没有师父的道场 没有培养出这么多的义工 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你看那个菜就是垃圾 是 对不对 可是我们今天让它不再是垃圾 是佳肴 喂养了这么多人 大家在做的过程里面 每一个人充满的感恩充满的爱 然后又把爱心给别人 然后需要的人他又得到了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良善的循环 真的是非常不简单 但是听起来难怪那个菜会这么好吃 对 后面有这么多爱心跟含义在这里面 而且这是非常环保的事情 对 反正现在食物以后可能会有饥荒 或者是浪费 有钱的人就浪费掉了 但是贫穷的国家 可能就很多的饥荒会产生 这个真的是太利能赞叛的一个方式 就是从生活里面的一些 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我们去弥补这个社会 它不完美之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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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